大家好,每次进步一点点,这次我们继续来介绍征税对象 那么上堂课我们搞定了九分之四 这堂课把剩下的那五个给搞定 首先说第一个叫经营所得九分之五 那么它也是一个集合的概念 它包括什么呢?就是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那么也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 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境内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 那么这块大家注意 那你像合伙企业 我实际上在前面讲企业所得是提到过 这个合伙企业本身它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纳数人存在的 因为它是先分后税 还记得那句话吗? 那我们叫两携 还记得在企业所得税我们后边讲的时候提到过的 那么这个合伙企业它是个人合伙来源于境内注册的这种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 那分完以后如果是合伙人它是企业的话按企业所得税的规定交 如果是个人的话那就是什么按这个个人所得税交 它有来源于这个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 那么这里边都强的什么是生产经营所得 还有呢就是个人依法从事办学医疗 咨询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 那比如我是咨询公司的员工那就是工资薪金所得 那比如说我如果是偶尔的是个咨询公司的员工 我外边挣点小外块那就劳务报酬所得 但是如果我成立个像什么工作室等等的吧 那从事这种办学医疗咨询等等 那就是经营所得对吧经营所得 还有呢就是个人对企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 以及转包转租所得 那么这个也属于什么经营所得 那你把公司承包给我了 那我取得的这个所得就叫经营所得 以及其他从事生产经活动取得的所得 那么关于这个经营所得包括的范围 大家稍微熟悉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需要提示的第一个点 就是个人对企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以后 如果工商登记改变为个体工商户的 那么这类承包承租经营所得 实际上是属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了 那就不按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交税 那应该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既征个人所得税就不再征收企业所得税了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什么 这个被承包企业它由这个企业所得税纳税人 变更为什么变更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 是吧不再征收企业所得税 这是对承包承租经营以后 工商登记改变为个体工商户的情况的一个规定 好要求大家知道 那么如果是我把你这个企业承包承租经营以后 这个工商登记不变 还是企业 还是企业 那么这个不论这个分配方式如何 都先按企业所得税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然后该交企业所得税交完税以后 那根据承包协议合同的规定 那么这个取得的所得 那么这是要叫什么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但这时候要注意什么 分情况 这个时候要分情况 有的说不就是承包承租经营吗 他被承包企业还是企业 那么你个人从那取得的这个所得 那不就是刚才说的对企业代表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吗 属于经营所得吗 不是这样的 这块大家要注意区分 要看什么 要看经营成果的所有权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这个被承包的企业 那么原来这几年 这几年他每年的利润都徘徊在250万左右 就是上不了这个台阶 那么你比较着急 你就找到我洋能人 你说那承包 给我 让我帮你管管这个企业 我说行啊 那么我们谈的第一种方式就是什么 我一问你说这几年 常年徘徊的250万 我说得了 你就承包给我吧 我给你交600万 每年给你交600万 那么挣的多的钱都是我的 那这是一种谈判的方式是吧 好 那么第二种方式什么呢 就是我承包了你这个企业 那么我每年给你多少交600万 那么超过的部分 那么你要给我30%的奖励 是不是两种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 第一种方式 那么我承包你这个企业以后 假如挣了1000万 上交承包费以后 那么这个超过的一个部分都是我的了 刚才我是不是举例交你600万了 那你看都是我的了 那这种情况下 就属于承包承租人 他只向发包方出租方 缴纳一定的费用以后 对这个经营成果什么 拥有所有权 那这种情况下 才是真真正正的 对启示单位的承包承租 竞资所得 属于经营所得的税务 而第二种情况不一样 我挣了1000万 我交给你600万 剩下那个超过400万的话 你要给我奖金 你要给我奖金 那这个时候 实际上我对经营成果不拥有所有权 那么我取得 比如超过400万的话 咱俩怎么谈的 咱俩谈这个一家一半了 那相当于给我的奖金 对经营成果不拥有所有权 仅是按照协议取得一定所得的 那就是打工啊 我给你 那就是工资薪金所得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实质磕水 你不要一看到承包承租经营 你就认为他属于经营所得中的第三个 对启示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 这句话我实际上在上堂课上一讲中讲过这个 莫道过这个吧 是在哪讲出租车公司那块是吧 说我呢 把那个出租车公司的那个车承包承租过来 然后我拉活挣的钱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一看承包承租就认为是经营所的 那不行的 那要分什么 分车权归谁所来判定 到底是打工的工资薪金所得还是经营所得 是不是 那这个道理一样 所以你不能说一看承包承租就一定认为是经营所得 那有可能是对经营成果不拥有所有权的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工资薪金所得 不拥有所有权 就是打工人取得的就是变相的奖金 就这么把握就OK了 是吧 要求大家能够注意 这是我们说的经营所得大家特别注意的一个点 那么我再稍微链接一下 他说这么句话 他说个人对企业单位承包承租以后 那么工商登记认为企业的话 那么要怎么的 先按照企业所得税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变成一个企业所得税加个人所得税结合的问题 隔壁老王作为个人承包这个企业 那你得按我们第一章的那些内容 那些知识点算出 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是多少 然后呢 会计利润减去企业所得税 就是税后利润 然后 是不是啊 看他上交的承包费 考试提供会给我们 然后 剩下的就是隔壁老王 那不就是对经营成果拥有所有权吗 然后这个提例问你隔壁老王应该交多少个人所得税 就变成一个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这个题目了 那么关于企业所得内容我们讲完了 那么关于个人所得内容 我们后边会讲 我们现在在讲税务的问题 对吧 那有可能这个题目中描述了 这个你通过这个题目描述判断 这个隔壁老王对这个经营成果不拥有所有权 这个题目中描述的话 你能够感受到是吧 这个点 那这个时候隔壁老王在工资薪金所得交易 但这个就可以跟这个企业所得结合 是不是啊 那大家注意哪段是第一章的内容 哪段是第二章的内容 好了 经营所得到此为止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叫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我把钱借给你了 你支付我的使用费 那么就是拥有债权而取得的所得叫利息所得 或者我把钱投给你当你的股东 那你挣钱给我的分红 叫做股息红利所得 那么这是九分之六 是吧 好 这个概念呢 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很好理解 那么这里面提示几个点 第一个 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 那么这个时候在改制过程中 可能职工会取得一部分量化的资产 你在这个改制以后的企业占多少多少比例 对吧 那这个时候怎么确定他的税务呢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种情况 就是对职工个人以股份形式取得的 仅作为分红的依据 那么我在股份合作制的那个企业改制后的企业 是股份合作的企业占有多大比例 那么只要我在这的话 那就挣了钱给我分 但是我对这个股份是不拥有所有权的 这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化的饼 为啥你看改制后我对这个股份没有所有权 然后呢你说挣钱给我分 挣不挣钱还没谱呢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征税的 注意谈不上免税 不征税不属于征税范围 他跟什么斩免呢 我递严还不一样 注意这个措辞的严谨性 这是不征税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这个改制过程中呢 这个以股份形式取得的 我拥有所有权的企业量化资产 这个股份合作之中 我占有多少 这块的所有权归我所有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列强 我获得了一定的实物的所得 但是大家注意 这只是纸面财富 我占30% 占20%等等是吧 没钱交税呀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暂缓交税 减缓征收个人所得税 但是注意这个税暂缓了 那总有交的时候 跟刚才的不征税不一样 不征税呢 就以后没有交税的事了 而这个暂缓 那么缓到什么时候 缓到 我不是用这项股份的所有权了 我把它卖了 那么有卖了的话 那是不是就有收入了 那就可以减去 对应的成本就要交税了 但这时候大家注意卖 它可不属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它属于什么呢 它属于财产转让所得 我卖这个股份 股份就是有一项财产 所以它属于我们后边讲的那个税务 叫做财产转让所得 注意这是不属于股息红利所得的 是吧 那么什么时候属于股息红利所得呢 就是我以股份形式取得的这个量化资产 真的挣钱了 参与企业的分配而获得的股息红利 那这种情况 它属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这不是一个劳动分红 那它是跟股份有关的 所以叫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实际上相当于就是股息红利所得 对吧 好了 那么这是一个文字性选择题 大家注意的点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除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的个人投资者 比如说我跟我同学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然后我呢 开着我这个破车就到他那开会去了 他看到说 哎 杨军呢 你看你开这个破车 拿起来 给你花五十万 给你买辆车吧 然后呢 我就挺高兴买了 登基到我名下了 对不对 他为什么那么大方啊 是吧 哥们关系好 但是要注意了 他以后在分我钱的时候 肯定少分我 是不是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是最典型的 以企业资金 为本人家庭成员 对吧 以及相关人员支付的 跟这个生产金无关的 他不给我买车 这个公司也干得好好的 给我买车 这个公司还是依然存在 干得好好的 那么这属于生产金无关的 消费性支出 即购买汽车住房等财产性支出 总的来说就是 拿企业的钱 为企业的投资者 去买这些 消费性支出也好 财产性支出也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开这个车 不能说就不交个人所得税 相当于 那我刚才说了 他不给我钱 他挣了钱 得给我分红吧 现在可能给我买车 就不给我分红了 相当于是给我分红 然后拿分红去买的车 所以在税务机关的角度 他的眼里认为 这种支出 视为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 那就按利息股息红利的项目 征收个人所得税 那有的同学就问了 老师啊 那为啥还要除 咋没有成呢 这个泛贫的话了 为什么要除这个个人资金 合伙企业呢 你比如以合伙企业为例 我跟你成立的不是有限责任公司 是有限责任公司 你拿单位的钱给我买车 是利息股息红利所的 如果不是有限责任公司 是合伙企业 那么也干了这个事 拿合伙企业钱给我买车 那就相当于怎么的 先分后税 那么就是用分的钱给我买车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时候分的 我得按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的交税 所以属于经营所的 属于经营所的 是拿分的我去买车 那么我们刚才说 个人资金合伙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比如典型的有限责任公司 那什么呢 拿分的 那就是利息股息红利去买车 总的来说都是要交税 但是它根据这个企业的 不同的主体的特点 它的税务确定是有区别的 注意这个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 我们再延展一下啊 就是企业 拿这个企业的钱 给他的员工 不是给投资者了 不是给投资者 给员工买这个汽车住房 然后跟生产经还没关的 你说属于什么税务 奖金吗 不就是原项 那不就是工资薪金吗 我说给员工啊 是不是 所以同样拿企业的钱支出 消费也好 财产也好 然后的话呢 这项支出又跟企业生产经无关 那到底按什么税务交税 要看给谁买 要看主体的性质 是不是 要求知道 这是你们学到这个程度 能够分析出来的 我们看看这道题 说个人取得的下列所得案 经营所得项目 既登个人所得税的有 个人独自企业对外投资分得的股息 红利所得 这个大家注意啊 个人独自企业 他的生产经所得属于经所得 那么他对外投资分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我们刚刚讲过一个单独的事物叫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他是要分类计税的 所以他是不属于经营所得 B 合伙个人获得合伙企业购买 且所有权办理在合伙个人名下的住房 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 这个合伙企业先分分给我的 能够按经营所得去交税 这个是 C 个人股东获得居民企业购买 且所有权办理在股东个人名下的车辆 就跟我同学成立个有限投资给我买的 是拿我分的钱去买 而不是直接买 我们实质上是认为是股息红利所得 分的钱分的股息红利去买 那么他也不对 第一 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 对外投资分的的股息红利所得 那属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所以他俩也不选 证据答案就是B 对吧 证据答案是B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九分之七 叫做财产租赁所得 万文生意就把自己的财产租给别人用 而获得的所得 那么这个财产可以是出租的不动产 可以是机器设备 可以是车船和其他财产的所得 那么如果是个人取得的财产转租收入 也属于财产租赁所得 比如说我跟你关系好 你有一栋楼租给我个人了 然后我再怎么的把这个楼里边的小房间 一个一个小公寓房间租给别人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也属于财产租赁所得 其实这个财产租赁所得的话 大家注意你看对转租来说 其实我对这个房产是没有所有权的 但是我们并不强调说 一定是所有权人取得的这个转租收入 或者租赁收入才是这个财产租赁所得 并没有这样强调是吧 所以呢转租收入你可以理解成我是二房东的话 主要取得的是跟这个不动产机器设备 车船等这个资产租赁有关的 就叫财产租赁所得 所以呢这块大家注意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在确定纳税义务的时候 是以产权凭证为依据 对吧 那么是如果没有产权凭证的 那由主管事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那你像这个转租的就是这种情况 我说了不一定是一定有产权凭证的 对吧 好当然了 你作为个人把那栋楼租给我了 那你也属于财产租赁所得 然后再转出去 我也属于财产租赁所得 是吧 然后我们要注意什么 如果是产权所有人死亡了 那么在没有办理产权继承手续期间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交税了 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财产出租而有租金收入了 是以领取租金的个人为纳税义务人 你不能找那个房产证上那个人 那人都死了 那都吓人的是吧 那么是谁拿钱 谁交税 这个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可以了 这叫财产租赁 那么接下来说叫财产转让 九分之八 那就是把我拥有的财产怎么的 卖出去了 你比如有价证券啊 股权呢 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 不动产等等 卖给别人取得的所得 叫财产转让所得 需要说明的是 我买卖境内股票转让的所得 是展不征收个人所得 比如杨老师炒股 我其实特别想交税 结果呢 挣了钱也不用交 我这条规定 关键我不挣钱 不用钱就更不用交 是吧 好 所以呢 注意啊 我们现在炒股的一个股民 你挣不挣钱 都不需要交个人所得税 当然 那么我讲印花税是说了 你该交印花税 还要交证券交印花税的 对吧 好了那么 这里边强调的是境内股票 转让所得 如果转让境外股票的 转让所得 那么有所得还是要交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满五为一的 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 也是不交的 那么按道理 我卖这个住房 那么它也属于财产 它也有所得应该交 但是如果是满五为一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自用的五年了 然后又家庭为一的 生活用房 这不交 不需要交的 那么你们在前面那个 以前几个年份 房地产特别火的时候 你比如我们家小区门口 就是楼层好 户层好 什么满五为一 它为什么写这个呀 就是说它也作为卖点了 满五为一没有税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 还比较畸形 你卖这个房子的话 按道理应该谁卖谁交 谁是作为纳税人 但现在好多都转嫁 给了买房人身上 所以要是买房人去交 所以你要是满五为一的话 你这个房子相当于买房人 它购房成本低一点 它就跟楼层好 户层好一样 是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一个卖点 这个跟市会现象是对应的 对不对 好 这叫做满五为一的 生活用房 取得的所得 属于财产转案所得 但是免税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说说这个 走狗屎运中奖的事了 那么个人得奖 中奖 中财 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 我们都叫偶然所得 最典型 我也举过例子 五百万 两块钱买个票财票中了 然后乘以百分之二 是交一百万的税 那么剩下四百万是咱们 那么这个都很好理解 然后提示一下 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 个人为单位和他人提供担保 而获得的收入 应得按照偶然所得项目 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那这个呢 不属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 他随机注意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 如果是向单位的员工呢 比如说 我开年会是一下我抽中一个奥迪车 那是属于实物性质的 跟任职收贡有关的 那不属于偶然所得 是吧 那么如果是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 注意包括网络红包 这个网络红包多次考核 我要注意以及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 以及其他活动中也强调是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 那么这个他就是中奖了 我到外单位参加会结果抽奖夸 得了一个什么 得一个汽车 那这个就跟那个买彩票中奖一样 是要按偶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是吧 那前两天我还看一个案子就是 挺有意思啊 稍微说一下增加点乐趣 就是一个婚庆公司的员工 他去给人颁婚庆去 然后呢 他也去坐在那吃饭呢 参加那个抽奖活动 结果抽中他了 后来那个新娘新郎这一家呢 就不承认这个奖有效 然后双方在网络上就掐架了 反正不管有没有效 他要得到的话 那就属于跟本单位无关的 他有个人的所得 那是要交这个所得税 钱数还挺多的 对吧 好了 那么这里边我们还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就是老勾的咱花钱的 刚才那是什么呢 不花钱 然后咱也中了彩了 对不对 咱也获得了这个赠品呢 或者网络红包了 那么我们经常会获得优惠券什么的 是不是啊 都搞这种营销的策略 你不花钱 这个优惠券就是一张纸 所以企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折让性质的 消费券 代金券 抵用券 优惠券 那是不交的 你不能说 给我一个优惠券值500块钱 我什么都不满 让我交税 那亏死了 那都是鼓励我花钱的 勾搭我花钱 这不交 这些东西 都是符合我们的人之常情的 那么 这样呢 就把这个九分之五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来看看 这几年围绕着这个税务问题 是怎么考这个题的 下列收入 按照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 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事 去那道单选题 记者在认知单位报纸上发表报道取得的收入 秒杀 对吧 专业 记者 编辑等等 在认知单位报刊上发表报道取得的收入 不属于稿酬所得 是对你工作的一个奖励 属于工资 薪金所得 那么B呢 财务人员在认知单位杂志上发表论文取得的收入 出版了 那么稿酬所得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22年的单选题 秒杀题 答案A 对吧 如果你们把这道题按一个多选题做的话 可能难度就上升了 好多同学对剧本使用费和专业作者的 专注出版的收入 那么界定的不好 请同学们要注意 好 接下来看一个多选题啊 他问你按照偶然所得项目 计证个人所得是有 无偿获得房产公司赠予的住房 白给我的 对吧 好 那这个是偶然所得 参与客户单位的业务宣传活动 随机获得客户单位赠送的礼品 他跟我没关系 我不是这个单位的是客户单位的 那么偶然所得 参加本单位的年会 注意本单位的 那么属于工资薪金所得 为他人提供担保的 不属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属于偶然所得 参加客户单位的周年庆典活动 收到客户单位随机赠送的网络红包 网络红包 他也属于偶然所得 所以答案C不对 正确答案是A B第一 你看这样的题 是不是要求对教材中的 这些基础的知识点 把握的应该非常好 我们做这道题 说居民个人的下列所得 不并入综合所得计税的事 这是上堂课内容 那么综合所得 对居民个人来说就四项 公司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 特选使用费所得 所以我们选C 这是19年的考题 就这么简单 考的是九分之四 上一讲的内容中 哪些属于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 好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正确对象第二讲内容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这些呢 都是直接的客观题的考点 也是主观题的计税基础 还是要求大家理解掌握 注意总结对比基础抓住重点 我们下次可再见